收到简讯刷卡通知 民众超傻眼 因为这一连串的小额消费 根本都是斗刷 受害者将近十几人 而且都是同一间公司的员工 原来台中一家公司 部分员工曾集体办理新转户开户 日前却发现千账金融卡 频频走到斗刷 而斗刷地点还位在海外 但金额多半是小额消费 从30元到160元不等 没有仔细合照根本难以察觉 内部员工也怀疑 可能是当初个资遭诱心人外泄 有可能这些民众 他们的个人资料 都是透过同一个装置里面 一起去传输 这个装置被植入木码 就很有可能会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 警方也表示 类似盗刷案是有所闻 民众除了小心别 误点钓鱼简讯网站外 另外行动装置的个资 也得特别留意 而被盗刷款项的国内 居民银行回应应该是不法人士 随机恶意测试客户卡号 卡片有效日期等资料 在网站上冒用交易 后续会依旧规范 进行争议款项处理 透过银行处理 被害民众陆续退刷换卡 虽然没有造成财务损失 但新转户集体被盗刷 打击银行商与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各自又是招谁泄露 被害公司和银行也将持续调查 借章备资状又词 采访不